鱼胭期2014年罹患直肠癌 2019年载度复发 癌细胞更扩散至大腿胯骨 肝甚至长出新肿瘤 去年7月底紧急住院 苦熬了17个小时才推出手术室 鱼香犬表示 因为鱼胭期肺部已经切除一半 不能再开刀了 只能透过化疗治疗 鱼胭期至今化疗将近70次 不料病情再度恶化 根据自由时报报导 鱼胭期上周检查 发现癌细胞再度扩散 淋巴肺大肠等处都出现光点 而且癌指数上升至8 而一般正常人数值不到1 目前已经连续待在医院治疗3天 病况相当严重 鱼胭期的母亲丽亚 平16日泪崩表示 这次检查发现大肠有十几个小光点 其他地方可能照不太出来 只能靠化疗杀死癌细胞 此外医生曾评估 鱼胭期寿命剩下5年左右 最好状态可达到10年 但现在病情恶化 剩下约2个月至半年的寿命 丽亚平也悲伤地透露 鱼胭期虽然看起来很快乐 但其实都是在撑而已 她只求奇迹出现 只希望女儿能够平安无事 不过长期的优亡 未经许可,不过长期的优亡